热烈一点 每一次嘉宾来都怀疑我会不会煮 所以我今天一定要露两手给你们看 那我们可以开始啦 好话不多说马上来开始 首先我今天要做的就是这个 番茄鸡腿面 当然鸡腿就是主角嘛 那鸡腿就必须要去掉骨 煮起来会比较好吃 那我也会把它的皮去掉 因为没有那么油弄干一下 然后我切的时候呢 腌制的时候呢就比较容易入味 明白吗 好先马干一下 主为什么不要用那块要用这个 因为这个在上面吗 这种问题你也问得住 我们要学吗我们要问 我学你嘛你每次也是问这样的问题 Chef Ferry你知道吗 他拍了这么多系列的银色嘉宾 访问过无数的厨师看过他们煮 他已经把所有厨师的优点都学下来了 你看啊 其实它是筋 所以这个鸡肉呢 我就要把它切成块 OK 好 那鸡肉为什么要去皮 因为没那么油 那么刚才我已经去掉一些油了 不过不能够去完它 对 因为要带有一点油吃起来会比较好吃 比较香 好 那腌的时候呢我就会放一点点盐 盐 现在呢我就要把辣椒酱 辣椒酱 这是黄姜 香茅 还有辣椒 对 我大概放三到四汤匙 辣椒 其实这个不会很辣 因为主要是黄姜 黄姜不会很辣 辣椒我放的很少 是 还有一些洋葱香茅 还有卷 然后你弄好了之后呢 你把它放一边 腌大概二十到三十分钟 好 那么在腌的当然呢 我就要切这个番茄 番茄呢 我们要把它这个眼睛给挖掉 好 然后才来切 我就切给你看 切了哦 又再切 又再切 好 为什么要切到这样小怪呢 因为等一下我要拿去搅拌 因为我今天做的是番茄鸡面 所以用的是番茄要多一点 可以吗这样切对吗 可以很对 很对 很稳定 我就用大概五粒了 我现在已经切了三粒了 这边越多越好吃呢 对 那我怕你们怕酸 但是番茄哦 你一定要选越红越好 因为它就不会那么酸 那应该是差不多了 我这个会拿去搅拌它 所以我要加一点点蒜头 一起搅拌 当然我蒜头不用像你们切得这么美 对 我也会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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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一直搅不到 其实你那个蒜头不是打就好了吗 为什么还要切 因为我要搅嘛 我要搅嘛 好了 接下来这个步骤呢 对 我就搅拌 搅拌 当然 你知道 这个番茄你搅它会变成质嘛 所以我不要它变成质 好 我只是开它一下子 对 这样粗粗这样 对 所以不能够开了就放这个开了给它搅 这样一点点慢慢的 Porset Porset 应该差不多了 这个做好了 备用 现在我要先热锅 放一点点油 对 那么今天这个油呢 是我特地做的 蒜香油 热了之后我放一点点油就好了 你不要帮我拿开 你 我自己会做的 你也可以 好 我鸡婆 职业病 职业病 我是大厨而已今天 大厨的感觉这样 我很爽